這個好像程式很多地方都重複了 那如果像這兩行,我可不可以不要它一直重複啊 因為這一直重複的話,感覺好像有一點這個 程式會變得很擁長,所以我可以把它改 改的話,大概有幾個地方可以改 比如說你會發現,這邊的話有一個固定規律 比如說D,下一個就G,相差好像幾籃,跳1,2,3 然後1,2,3,1,2,3,好像都有固定規律 就是每三籃就跳下一個範圍了 前提是必須要固定 那為了說我可以比較方便去 所以你會發現D,G,H,M,P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因為Range後面這個是帶一個文字 而不是數字 如果是數字的話就不要搞定 因為這邊如果是D的話,理論上是4 那4加3應該這個是7 7加3應該是第10 10再加3應該是13 所以如果假設它是數字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結合回圈 因為回圈裡面一定要數字 可是問題來了 那目前這種狀況怎麼辦 跟各位講一下,Range的寫法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寫法 如果你不要裡面放個文字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兩個儲存格 改的方法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改的方法 我的習慣是如果我要改動這一行 那我習慣是把上面加一個前單引號 那表示這一行我先暫時不刪除 我留在這邊當註解 那我可以參考 那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那改的方式的話就是 在這個地方我把它這個來源 其實改第一個 哪個儲存格開始 那特別是如果你要用儲存格開始的話 那你必須寫成Sales 哪一個呢 Sales的話呢 刮鬍裡面跟它講說哪一欄哪一列 你可以第一 第一列 OK,D1的話是第一列 到點 後面跟它第四欄 然後刮鬍 這個是第一個起點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說你用Sales來表示的話 你要寫成這樣子 那後面的話 鬥點 就是它到哪裡 上面是用冒號 不過下面就是用鬥號 到哪邊停下來 Sales 那如果用Sales表示的話 那這個應該是說什麼 哪一列 那就是後面這個數字 66 哪一欄 那就是第五欄 OK 所以喔 如果你要改的話可以改成這樣 其實同樣的道理喔 所以底下 假如說我這一行OK的話 那這一行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要把它改 改成什麼 改成像上面這個的話 那應該改什麼 Sales 這個地方應該改多少 改7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是多少 這個應該多少 H G G G的下一個 那就 或者你另外 假設你再轉不過來 你7加1 比較好 因為它的下一欄 有沒有 特別最好 你們可能要轉不過來的地方 應該是 這邊是先欄再列 那這邊的話 是什麼 先列再欄 所以等於兩個顛倒 有沒有 那後面這個的話 呢 就變成說 它那個什麼 它是第幾欄的意思 而且喔 還有規律喔 所以其實喔 你可以喔 這個其實可以把它改成4加1 有沒有 下一欄 所以喔 這樣來看好了 下一個喔 如果說假設這樣推好了 那下面這個的話 就應該很好 這個應該就再加3 所以變10 那這邊也是變10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好像有固定規律耶 有沒有 這個數字喔 它下一個變成7 就是加3 再加3 就變成10 那下一個的話呢 理論上喔 比如說這個啦 我就直接 這個的話再加3 那就應該就13了 有沒有 13加1嘛 這個的話再加3 應該就16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喔 你這樣寫下來的話 哇 寫這麼多行 可是如果說你假設用一個回圈的話 大概只要寫三行就好了 那怎麼改喔 如果你要把它 改成一個回圈 你會發現重複的地方在哪裡 重複的地方喔 就是 R這個有沒有 然後 這個我就先把它拿掉 然後上面去好了 我Enter一下 好 你會發現喔 先拿這兩行 複製一下 如果我要改成回圈的話 那我可以先寫一個什麼 4 i i 是個變數 等於 從哪一個開始呢 我從4開始 因為這個是4 有沒有 到哪邊結束呢 到16結束 有沒有 頭跟尾 OK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不過這個時候 i裡面的值 就會4 5 6 7 8 9 一直到16 可是我不要啊 我希望它下一個是 3個之後 所以你可以在後面加一個step 空一個3 這樣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4的下一個 就變成7 7的下一個 變成10 一直跳到16為止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然後再來我只要需要的 把這兩行 把它複製到中間來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怎麼樣 這兩行 按個 我先按個tab 讓它下一階 那我只要把什麼 把這邊改成 i 對 改i就可以了 這邊改成i 有沒有 然後上面這些 我就可以把它砍掉了 如果你不砍掉 一般習慣是前面加單引號 有沒有 因為你砍掉怕 蛤 所以 但這個前面加單引號 以前做法是 一邊一邊打 可是喔 這很麻煩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把 上面這邊有個工具列 在這工具列上按右鍵 這邊有個編輯工具列 那你如果選這個範圍 它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使程式變為註解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也很簡單 再把它恢復 有沒有 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是建議 如果你不確定你寫的 到底對不對 最好還是不要冒然把它刪掉 當然理論上 我們這樣砍掉就輕鬆了 可是如果砍掉 突然發現程式有錯誤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回頭追溯 就比較麻煩 所以一般習慣 會先註解 然後再看一下 好 好 那理論上 應該寫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 本來要寫非常多行 現在只要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就是跳動 所以它等於是 先試 我們來先試試看 這OP OK 所以第一個按F8 一般習慣這個回圈 那按F8之後 按F8 那你可以看 A1現在裡面等於4 等於4 那所以一樣 我先向下追蹤 追蹤應該是66 R應該等於66 有沒有OK 沒錯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是 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地方 第四列 從D1 一直到E的最下面 不過因為這個66 都固定了 所以我乾脆就不追蹤了 因為之前我本來是有追蹤 我現在發現 其他都66 那就不用改 然後這個就是 I加1 就第幾欄 第五欄 就E欄 E66 幫我摳過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個 感受向下 應該就摳過來 沒問題了 然後再換下一個看看 F8 那NAS就跳回去 跳回去 因為經過STEP3 所以 I現在等於7了 有沒有 一樣向下追蹤 所以 R現在是 E32 OK 沒錯 然後一樣 幫我把 第七欄 第七欄應該是哪一欄 G G 跟H 這兩欄摳過來了 摳過來了 那一樣 所以其他都 OK了 那就把它全部執行了 你就把它Run一下 OK 那最後 Ctrl向下 如果是389 那公信應該就對了 而且旁邊的資料也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後寫完的話 那其實確定OK 那就把這個刪掉了 所以其實 最後的程式 如果你會寫回圈的話 跟不會寫回圈 最後呢 你會發現 哇 差十萬八千零 有沒有 我剛剛寫一大堆程式 現在突然間變清爽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懂得 為什麼我寫這一段的用意 我怕 因為這回圈 對同學來說 是不太好了解的 因為畢竟 一般人的腦袋裡面 沒有回圈的概念 但電腦是最強大的 回圈就是重複做 做一百萬次它還是瞬間完 因為現在電腦跑太快了 兩下子不到一秒鐘 事情全部做完 但是如果人來做一百萬次 哇不得了 做好幾天都做不完 OK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我一樣把這段程式 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